大家好,我是七小主 今天咱们来吃这个,火鸡腿 其实在圣诞节的时候 就一直有小伙伴跟我提过 这个烟摆了很久了 但是一直没有吃成 今天就来试一试 看看它味道到底怎么样 嗯,不对啊 不是鸡腿的味儿啊 有一股,我倒出来吧 我先看一下 确实没有鸡肉味儿啊 是一种熏肉烤肠的味儿 不过确实是够大的 我买的这个是1250克的 这样算下来,两斤多 不到三斤的 这样颠的都非常的沉 比我的头还大 我这个呢,是一直在冰箱冻着的 虽然现在解冻了吧 但是还是很凉的 我现在去给它加热一下 好了,现在经过我苦苦等待这么长时间 终于烤好了 嗯,现在看着色泽是更加的诱人了 但是香味儿呢,要淡一点了 嗯,不过还是挺香的了 我今天就用这个刀叉吃吧 吃出仪式感 哎呀,有骨头 它这个肉质偏红 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鸡肉发白 像鸵腿似的 哇,五百姜黎嫩呢 真的是 本来我觉得这么大的鸡腿 可能口感会发柴 但是特别嫩 这外边一烤真的有点筋道了 嗯,不错 咸的也刚刚好 嗯,它这个外边这层皮真的挺好吃的 咱尝一下,我就不用刀了,太费劲了 直接来下手 哈哈 应该会很好吃吧 哇 哎呀,肯定会特别的香 哎呀 嗯,带一点烤过那种弹牙黏牙的口感 并且里边啊这肉皮的那层肉 特别的滑 油油的 哇,好香 看看整个拿着来一口是什么感觉 哎呀,我天哪 没法下口 嗯 你看里边这个肉 这么大块肉 香味着特别的入味 里边真的 嗯,应该是提前腌制过吧 我感觉 现在这么顺着撕下来 其实它的鲜味感很强的 就是一扭一扭的这个肉 看 它是一丝一丝的 有那个纹路的顺着 啊 嗯 嗯 嗯 咬的这么几口就好 这下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就表面这一层吃下去 嗯 不知道为啥 刚刚这一口吃的时候 确实特别香 刚才吃多了吧 越吃感觉越像是在吃一个特别大的鸡肉火腿一样 就是反正这个肉吧 越吃越怪 不像是在吃鸡肉一样 不过这个鸡皮确实挺香的 不知道它里边这个骨头有多大啊 看着外边确实挺 哦 什么的 我决定可以解剖一下 哈哈 先竖着给它切开 这种感觉真的是 哇 这样太费劲了 我还是 我还是戴一个手套吧 看它这个 里边又是好多碎的这种片的骨头 一丝一丝一片一片的 而且是硬骨头 并不是脆骨 我天哪 这一个鸡腿能切出这么多的肉 剩下的这个大概就这样了 我的天哪 看看 这么大的一个骨头 虽然比不上猪肘子那么大吧 但是也差不太多 一寸 不到两寸 哇 太大了 这个 这也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火鸡腿真的越吃越像火腿肠 虽然我买的这个已经非常入味了 然后肉质也很嫩 但是相对于普通的小鸡腿来说 我觉得还是普通的小鸡腿更香一点吧 我吃这个感觉到的最明显的优点也就是 个儿大 肉多 吃起来非常的痛快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我买的这种是素风的 有机会还是要尝一尝现做的 味道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吧 好了今天的火鸡腿就试试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关注点赞哦 拜拜